台灣最重要的是振興經濟 振興經濟才是 舊政府垮台的原因 你現在突然間就改了個東西 搞得大家一個政策的提出 應該要讓 我講難聽一點 不是讓資方高興 就是讓勞方高興 一個政策提出以後 讓資方跟勞方聯手不高興 那不是莫名其妙的一個政策嗎 所以表示我們自己本身 只是這才100天 整個亂了套 一塌糊塗 亂七八糟 然後還沒有成熟了以後 就突然間突然就要推出 然後也不跟自己的 譬如說執政黨的民進黨的立委 經過很綿密的 我不客氣說一件事情 包括這個所謂的一粒一休 過去我們詬病於過去的前朝 國民黨的馬英九政府的就是說 你都告訴我們先求有 再求好 我不懂 像坐在對面的理事長 現在我未蒙其力 先蒙其害 我七天不見了 可是你又急著 趕快推出一個不成熟的東西 先求有 再求好 不一定是對的 你沒有本事 你肯定可維持性狀 不要動 所以我們問一下高超 我們這邊看一個表 也就是說蔡英文百日 講百日 你知道台灣人習俗 我們說100天 對啦 好不好 上任100天 好不好 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數據 看一下 最滿意的是不當黨產的改革 年金改革政策 勞工休假政策 這最滿意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最不滿意的 是勞工休假政策 42% 兩岸政策 年金改革政策 各位看出來什麼地方了嗎 立功 你如果是蔡英文 你要怎麼辦 最滿意跟最不滿意的 都是一樣的東西 來 高超 我在想 因為我們看幾份民調 到目前為止100天 總共大概市面上 大概有7份民調 各個公司 各個地方 大家只有一個民調是 蘋果日報是呈現死亡交叉 這個死亡交叉也就是說 他不滿意 整體的不滿意 超過滿意 其他的7個 其他6個民意調查 大部分是快接近了 也就是死亡交叉 不滿意快上來了 所以這個時間裡面 如果說100天之後 再加上剛剛美人姐提到說 那幾個抗爭 我相信民調的未來的數據 絕對會呈現更多的死亡交叉 這一個重點 剛剛提到一個東西 現在勞工大概有多少人 950萬人的 差不多這麼多人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隱形的炸彈 我那天看到一個報紙 其實我覺得 我也滿覺得他標題下得好 他說一立一休 火滅不完 其實低薪才是一個問題 民調這裡面大家覺得說 其實最無感的是 蔡英文最近提出來的南向政策 就南向政策裡面 在所有的調查裡面 是0.42% 就有很少人去關心這個 其實回歸到一個是 回歸到經濟的問題 南向 南向請他去問那個台說 那幾個被扣在越南過的那幾個 不是 人家南向他是要把那個產業策略 振興地方經濟 五大產業策略 再加上南向策略 是列為經濟的兩個引擎 結果大家無感 好 我們現在看 最近股票9000多點 有人在玩股票嗎 沒有 投資是法人 外資在處理的 一般民眾是無感 口袋越來越少 我薪水還是很低 好 我們過去提到說 很多大老闆 海外的企業所得 只有8%會回來到台灣 很多大老闆錢藏在國外 好 後來我們要買股票 才有現金鼓勵 股票鼓勵 一般民眾他還是薪水很低 也就是說出現在企業界 跟勞資雙方面的 怎麼樣讓勞工提高他的工資問題 薪水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才是正本 你休假休假最後還是要算說 我七天加班不加班 然後一天多少錢 其實你把本薪如果提高之後 叫蔡英文去跟徐旭東講 徐旭東那時候講說 國道收費 你拿4億 我政府拿4億 就直接用這方式來喊 但我覺得企業的部分 還包括你們最近一陣稅 不是要開始 有人要調商嗎 幾個企業界老闆最近都在避稅 我問你 你勞跟勞資方面 其實是呈現不對等的方式 而且我們的公司公職 倒退了十幾年 你現在台休假 其實是雞皮算毛的事情 真正是說 怎麼樣造成解救低薪的問題 不是 你說那個東西 也不是100天能做的對不對